我們現在來這邊試一下 在這裡 剛剛我們有串連 沒關係你就盡量讓他串連 可是呢 我這一台 有沒有多一個 我提供本來LED點擊證的 現在有沒有多提供一個設備 擦鍋 所以我來這邊 再把擦鍋 環境真正裡面擦鍋 再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 可是重點來了 我們剛剛 擦的腳位 你要看一個 以我來講 我的傳送 TRNG傳送 我是接在多少 00 Echo我是接在02 所以這邊的一個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好有點不一樣 那 這裡呢 這裡 我就改用 這個我就先拿掉 先拿出來 我先來玩超音波就好 好超音波 LED點擊證等一下再說 我們從超音波找到 一樣有一個如果對不對 但是你要開始偵測 是不是要先偵測 他這邊呢 預設也是0.5秒就偵測一次 500嘛 好500 所以呢 你偵測到了 我們先把我這個 我先把它 先停用一下 我偵測到 我就直接把它顯示在LED點擊證上面 把它顯示出來 來顯示 但是不是這個 跟我們剛剛一樣 數字 可是也不是固定的數字 而是什麼 抓到的 超音波這裡 抓到的距離 這樣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距離 可以增測到多少 0到200公分啊 所以如果超過100公分的 你在上面就看不到 就看不到 但是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先試看看 先試一下 看看這邊會不會有 好給你看一下 我的這裡 我要轉個方向 比較多看 有沒有看到數字啊 有了對不對 好 這個距離 這樣 你要看不到 這樣 好 我把它靠近一點 請問有沒有近一點 有 再靠近一點 再來就撞到了 所以你應該知道倒車的一打 感覺了 對不對 好 但是 我可不可以看各位有問題 如果你把他的一隻眼睛遮住 會發生什麼事 不管你遮住的是發射那一隻 還是接收那一隻 他只會有一種感覺 你在騙他 因為 你發射出去 我如果擋住的是接收這一段 他會有什麼事情 我發射出去 可是我接收不到 對不對 相反的 我如果擋住發射這一段 接收到 我為什麼接收不到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發射出去 這樣了解的齁 所以他就是那個數字 你會發現他就變很大 只是我這邊 因為我們 LTG你只能顯示到多少 99 所以那個就不會不見 所以你待會 如果要測試的話 最好是用 磁心的 不要那個會漏洞的 這樣子來測的話 有沒有比較準一點 你有手指頭 是不是有可能伸過 會從你的指控穿過 對不對 好 所以這樣的話 會比較準一些 這樣有沒有問題 先玩玩看喔 先試一下 那如果你要把光明再弄進來 也可以 好 只是 記得如果這個不要使用 要按右鍵把它先停用一下 好 你就可以像這樣子 抓到距離 在這邊 用LTGNP 再把它顯示出來 來 還給你囉